各位投资者,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蜜蜂财报 今天是2022年的7月20日 我是新月的主播Rubin 我们看看今日的行情 B4财富筛选 ACI移动涨福报前五名的公司 分别为 网络服务公司MP1涨23% 虚拟现实公司VR1涨16.5% 软件商BRN涨14.1% 支付公司ZIP ZIP涨12.7% 以及科技公司SLX涨12.4%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重要公告 网络服务公司公司商Megaport MP1季度业绩强劲 该季度是公司首次实现EBTA盈利 今日该股收益7.96澳元 收涨23% 盘中曾冲高近40% 科技公司SILX SLX 临金规项目完成 试验设施的建设 今日该股属于3.36澳元 涨12.4% 现在不报几则要文 澳股收涨1.6% 创一个月以来的最佳表现 AZI200指数周三收涨1.65% 是6,759点 科技板块领涨3.8% ZERO涨5.9% WASTEK涨5.6% 非必需消费品板块涨1.8% AZI200成分股中涨幅棒前五名分别为 网络服务商PDIM 网络服务公司MP1涨23% 支付长ZIP涨2.7% 右矿商PDN涨10.5% 理矿商Liantown LTR涨10.4% 以及医疗公司NAN涨10% 跌幅棒前五名分别为 农业公司NHF跌3.2% 资管商PDIM PANDO跌2% 金矿商PRU跌1.5% 交通服务公司KIS跌0.55% 以及医疗公司HIS跌0.5% 英国6月份的通货膨胀增速达到了9.4% 创40年的新高 英国6月份通胀创40年的新高 加剧了生活成本危机 加大了英国央行下月大幅加持的压力 英国国家统计局周三表示 消费者价格指数 比如CPI同比上涨了9.4% 为1982年2月份以来最大的涨幅 最增幅高于5月份的9.1% 因6月份的燃油价格飙升9.3% 自去年12月以来 英国当局已经五次上调基准利率 现在利率水平为1.2% 市场预计到今天年底 该利率将达到3% 羊奶粉供应商BOBS季度收入 攀升278%至4810万 羊奶粉供应商BOBS BOB周三发布了公告 提供了22财年第四季度的业绩报告 BOBS总收入同比增长278% 达到4810万澳元 整个下半年 BOBS总营收录得6570万澳元 同比增长168% 22财年全年的总营收增长123% 是1.042亿澳元 符合该公司给出的指引 公司指出这是由所有关键产品部门 和所有关键市场的总销售额 一起推动的 6月季度由于美国的奶粉短缺 BOBS参与其中与该国合作 并进行了大量出口 这是本季度的收入占到了全年收入的46% 就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评级更新 能源公司AGR被JP Morgan升至增值评级 领标价为10.6澳元 美太远公司WHC YHVNCO被Morgan Stanley升至增值评级 领标价为5.8澳元 8.5澳元 包装公司Armco AMC 被JP Morgan Security降至石油评级 领标价为17.6澳元 领标价为17.6澳元 领标价财富 智慧理财全球精选 私人定制再也长期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明天再见